各位大家好 歡迎大家早上來到我們這次G0V 賞蜜週五Maker鬼的議程 剛剛忘記自我介紹一下 我其實是南方創客基地的行政總監 還有Favorite台南社群的成員 那我今天其實就代表台南在地的Maker鬼 然後來跟大家介紹一下說 我們今天整個的議程 那今天其實是一個機會 就是跟G0V的單位接觸到 其實Maker和G0V過去可能說 可能G0V就是在搞軟體或之類的 Maker主要在做一些硬體的部分 那這次很高興其實就是在年初的時候 由G0V撒蜜的團隊來邀請就是說 我們希望可以讓在地的Maker 變成一個共同主辦的單位 因為今天其實主要兩年一次的Satme 就是從台北首都儀式到台南 那這是一個很不容易的機會 那我們也希望說可以串聯在地的一些社群的夥伴 例如說以資訊為主題的好想工作室 或是說可能是以在地社會議題的台南市新亞協會 那今天就是在同樣的時間不同的地點 我們同時正在進行不同的議程 那今天呢Maker的議程主要會分為兩個大部分 那一個大部分主要是我們這邊是想去探討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欸 大家知道在場各位應該知道Maker是什麼 或Maker的定義 那我簡單說一下就是 你只要是用動手做的方式做出來 你就可以是一個Maker 這是很廣義的部分 那狹義的部分的話就是 你可能是用例如說數位製造技術 例如說像3G電影機雷斯雕刻機之類的 然後可能做出一些相關的專案作品 然後你就可能是一個Maker 那其實在台灣推動Maker運動 其實也非常有一段時間 那在座其實也有很多的 在地的Maker的前輩 也來到現場 那我們其實是想要拋個磚 想要來探討一下說 Maker運動它在台灣發展那麼久 那究竟在下一個階段 我們可以往什麼樣的方向去發展 所以呢今天其實前三部的議程 我們會就是逐步的漸進式的來去做一個討論 那第一個議程就是我們現在 在全台大創燒製造者空間的社群近況 然後就是在官網上面有下一個標 取暖啦 Maker社群大串聯 對那為什麼取暖呢 就其實在Maker社群 大家會覺得說可能就是一個圈子 那我們也希望說可以把這個圈子 可以逐漸的擴大 或讓更多人製造 製造者的精神 就是動手做 然後實際解決問題的一個精神和文化 我們希望推廣下去 所以我們今年呢其實 這一次的第一part我們是希望邀請到全台灣的製造者 目前製造者有在經營社群的 有在經營製造空間的單位來為我們分享 可是全台灣的單位其實太多了 其實如果全部邀請來可能一整天都講不完 因為其實我們全台灣還有很多優秀的製造社群和團隊 那我們今天就是代表就是結錄幾個我們三位 分別是台北的、桃園的和高雄的在地的製造社群和空間的經營者 來為我們一個分享 那第二part呢就是下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從全台灣聚焦到台南 我們在台南找了三個不同背景 然後他可能覺得我自己不是Maker 或者說我覺得我是Maker的三位角色 他們用分別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方式 他們有的是來自公益者 有的是來自維修咖啡館的推動者 那有些人是開源的硬體的製造專案的推動者 那這三個可能是工程師或者是推動者 或者是說這些其他背景的單位 那究竟對於說動手做或Maker這件事情 他們有什麼樣的期待和想法 或者他們怎麼樣定義什麼是Maker 那我們會在第二part的時候講 那第三part的部分就是 在上午午休結束過後 我們會有一個願景工作吧 那我們的官網上面的活動叫 構造改革 就是我們Maker的下一步怎麼走 那我們就是會 希望說在座的各位可以留到這個時候 該去做一個探討 那我們假定的議題是 大家都不是要喊什麼2020 2030 2040 那我們就先不談行 就先談十年之後 Maker運動可以 或製造者可以 讓這個城市發生出哪一些的質變或變化 那我們希望就是分為五個主題 能源 教育 循環 還有糧食 還有公民 這幾個議題去做分別探討 就是會用類似像公民咖啡館的形式 就是我們一桌會有一個桌長 然後每一個在座與會的人 都可以發表他自己的想法概念 大家可能覺得說我不是Maker 或者說我不知道這個狀況 沒關係 我們其實很需要知道 就是大家不同背景的人的一些想法 或是提出概念性 完全沒有經過技術層面的 實際考量的想法也沒問題 這就是一個空想的階段 就是我們希望說可以勾勒出未來十年 我們可以往哪樣的方向去發展 好 那今天主要是上午 我們這一趴Maker鬼想要探討的議題 那在下午還有很多眾多 就是有關於Maker 有關於開放 有關於公民的一些相關的議題 那也很歡迎大家來去聽 那就是先講完就是我們這次的 主要一整天的Maker鬼的議程 那我們來回到今天的主軸 製造者空間的社群和近況 好 那就是剛開始就有一個問候 大家都以為說台灣製造者的空間和社群 最近過得好嗎 可能有些人就開始哭 有些人覺得 傷心難過 孤單寂寞覺得冷 沒有啦 就是製造者運動它其實在台灣 就是各地都有他們各自的發展 而且是長著不同的形狀 我可以說是以在地生猛的方式 去做一個呈現 不管他是公部門 私部門 或是第三部門的單位 他們都是在努力的存活著 而且是經營出在地的特色 他們就是為社會做一些貢獻之類的事情 或是說可能創造出經濟價值的一個模式 那首先我先講一下我們 這是共同主辦的兩個單位 一個就是我們的南方創客基地 那一個就是FabLab台南 那他們的兩個單位就是有一些不同一樣 不同的一個概念 那先稍微簡單介紹一下我們自己 那南方創客基地的話就是 要介紹的東西其實太多 所以就是我稍微解錄一下 那南方創客基地 它是一個公部門體系的創客基地 它是由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 雲家南分署所成立的一個創客基地 那它所做的是比較偏向說 技職的訓練或是職業在探索 然後就是有關於就是勞工相關 或是技術層面的一個推廣 那我們其實這個基地很特別 我們有四個大主題 農業 女利子 創漢循環 農業的話我們就是以農業 我們是以農業為主題 我們會希望說做一些農業相關的一些開源的專案 那女利的話我們這個基地很特別 通常來的人都是女生 那職創的話我們會希望說把 像例如說國手的培訓 就職業訓練這部分融合說 那些腦袋很奇怪 就是很多創意想法的創客 有一些結合 那循環的話就是跟循環經濟有相關的 那我們這個基地其實也很特別 它是有定點和行動製造車 那這個南方創設基地我們是位在新銘 就是在火車站附近而已 然後我們還有一台車子會到處開著跑 就是去雲家南各地去做一個巡迴的演出或是活動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的話 基地其實還定調在推廣活動性質為主 那也會有一些很多大型的活動 例如說數位製造營 我們用數位製造的方式做一個營隊 然後去做一些推廣不同的主題 例如說農業啊 或者說可能不速就是減少塑膠生產 或者說樂器 或是像今年其實就是疫情很嚴重 我們用的是防疫的製造生活 去做一個主題做發想 那當然我們每一年度 會有一個成果展的活動 那我們會是以直訊創客研討會的形式 就是說當我們想探討的是 直接訓練結合創客 會有怎樣不同的一個變化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的話我介紹一下 FABLAB台南造成實驗室這樣子一個單位 那FABLAB台南它其實是從2013年開始成立 那其實是南台灣的第一間FABLAB的組織 那什麼是FABLAB 它其實是由馬森林工學院那邊所提倡的一個單位 就是你只要是例如說你家的倉庫 或者是一個空間 它有提供數位製造的設備 例如說三億列印機的遼克機之類的 那而且有提供開放的時段 讓民眾可以使用 那你這個地方就可以變成是一個FABLAB的空間 那這個FABLAB除了空間和設備之外 它其實也有經營很多的社群 那就是所謂社群就是可能對於 數位製造有喜好有願景有想法的一些民眾所聚集起來的人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們其實是專注在社群的發展和製造活動的一個推廣 變成人民團體協會的形式來去運作下去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為什麼不是開公司 為什麼不是成立勞動合作社 或者是為什麼是人民團體 那我們這個部分其實也在摸索嘗試 就是說像這樣子的一個MAKER的社群組織 就是如果想做一些事情的話 是要怎樣的方式去做一個下股的推動 或者說要以什麼樣的形式去做推動 因為你如果是一般的社群的話 其實是沒有公就是政府認可的一個組織的一個形式 它就是一個單獨個體的個體的單位 那這樣子的利益和幣就是說 成為協會會變成綁手綁腳 或者說成為協會會有哪樣子更大的一個變化 那其實我們還要再去做一個嘗試 所以我覺得今年其實是對於Fablet台南社群來說 是一個特別的一年 它有很多的轉變 很多的決定 那我們也成立一個台南市製造者協會 那就在座的話 我們今天也有邀請到桃園製造者協會 和台灣製造者協會的理事長也來幫我們現場 所以就是在於協會這個模式運作MAKER的部分 其實是有一些案例可以先尋參考 對 那也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其實也換了一個新的空間 就是在一個地方有點是重新 繼續推廣下去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的話是在西竹尾這邊 其實離這裡蠻近的 也太太太是東區 那10月12號會開幕 大家如果有錢的話可以過來做做這樣子 好 那 主要前面就是簡單的介紹一下 我們這兩個空間大概的狀況 那我們希望說製造者運動會推上何處 那就是其實工部門和師部門是要互相的合作和推力 才可以讓我覺得製造者運動可以更上一層的發展 那目前我觀察到就是 台灣製造者空間的一個發展狀況 有朝向公共化和教育化的方向發展 那公共化的話就是 除了原本政府開設的製造者中心或製造者基地 那它可能逐漸的朝向 例如說公共圖書館 它變成是一個公有才的概念 就是讓民眾 就是有點像去圖書館借書片 我去圖書館借工具來使用設備 和就是製造教育化 就是大家知道108課綱 就是會再近期上路 那有很多 有一大部分其實是要強調的是 數位製造和師定教育的一個推廣 所以在很多的學校單位 他們其實也有各自成立自己的製造者實驗室 那這邊就是留給大家一個想像 民間和公共單單位如何發展 或是說如何合作 或是未來10年可以有哪些可以做的事情 你問我可以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就說I don't know 那其實是要再做每一位 就如果對這個組織有興趣 歡迎一起來加入討論 因為我們其實Maker的精神 跟當初接觸到G&B就覺得 哇G&B的精神 那它不是大家開放 或是一起討論公共協作 然後讓這個社會更好 那這也不是Maker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是想 藉由今天這樣子的機會 來召集到全台灣的Maker 然後來去分享我們這次所做的一個事情 好 那就是講到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到這邊 那接下來邀請到我們 就是由北到南 來去做一個單位的分享 那我們首先邀請紅旗 我們的OpenLab的創辦人 然後現在是台灣資料者協會理事長 為我們來分享最近的近況 好 好 欸 哈囉 可以 還是要戴著口罩 我講 哈囉各位早安 我是今天跟大家 跟大家分享 報告 OpenLab在做什麼事情的 紅旗 現在畫面上看到的是我們 最早期的那個 在保障營國際租村的那個空間 那因為 成立OpenLab台北是這樣的 就是以前是在學那個 Arduino啊 或是三音錶機 或是這些技術 這些技術在 在原本的教育系統裡面 沒有的東西 所以後來就是透過網路的串聯 跟大家去 交流學習 那網路上的討論其實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後來就想說 為了解決大家學習交流的問題 從原本的咖啡廳啊 一些替代空間 邊家的客廳邊家的廚房 或是 一些奇怪的地方去做聚會 然後後來就想說 這樣不行 我們需要一個穩定的空間 所以我們就 申請到了保障營國際租村 那為什麼是藝術村呢 那為什麼是藝術村呢 因為主要是 有關於社群的一些 呃 行政或是一些雜事 通常都是我在處理的 所以我就 呃 透過 因為本身念藝術的時候 我就從藝術的系統 跟資源去找 找這樣的資源來 來做解決這些事情 所以後來 保障營國際租村他們就是 整頓好開幕 然後 需要 人家去申請進出 那時候就寫了 一大堆的文書作業 然後去申請到這個空間 所以後來就是 在那個空間 就 一待一待了快十年 那為什麼待了十年 通常 公部門的 公部門的資源 不太可能讓你用那麼久 那用那麼久 是因為說 當初的那個 空間的使用規範沒有寫進出 然後後來是 通常來當藝術總監的 就是很快 就是兩三年 就一定 就高升到別的地方去了 或是說 移動到別的工業去了 所以有些政策的 連貫性上 執行上 沒有那麼的 的一致 所以我們就 有這種空窗 其實就 一路就 申請 就申請十年 在做這些事情 那 呃 這我的臉書 所以如果你的QR Code 就可以找 找到我的臉書 然後 這是當初我們 呃 你畫面上所看到的一些 材料跟工具 其實都是透過社群的 呃 捐贈 或是另外就是說 呃 有一些人透過網路 知道 哦 OpenLab在做一些事情 然後剛好家裡 有一些必要的 就是多餘的工具 或是被他老婆查到的一些工具 他們就把它捐贈過來 然後 假日的時候 或是說 禮拜三聚會的時候 就來使用這樣子 然後 這是 那時候 我剛才忘記講 那時候成立一點 大概2009的 那剛好那時候 也是我的那個 唸博 欸 唸碩士班 第五年吧 第四年 我也忘了 反正那時候就是 對於這種 open source的技術軟體 一直有興趣 一直在傳染這些東西 可是 就是 剛才有程度提到 就是說 這些相關的資訊 在 所謂的 正統的 學校教育裡面 沒有這東西 所以通常 都會透過網友的 還有聚會的交流 去 克服這些 自學跟共學的問題 所以我們有時候 有些成員就是 會 研究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想要開工作坊 然後就會自主的開工作坊 那我這邊的任務 通常就是幫忙處理 有關於 行政雜事那些部分 發佈活動 那這些 那這些事項 到現在還是 一樣是有所在處理 就是說 美洲山的 固定的聚會 然後 有一些 有些人要捐證一些物資 或是工具的時候 接下的 通常都找到我 我蠻想卸下這工作的 因為一做就做十幾年 我就有點累 可是 可是通常是這樣 就是社群有些 社群活動裡面 有些 有些事情很難處理 就是說 通常這種 尤其你是技術性的社群 通常這些行政雜事 比較沒有人會想要去處理 所以 通常最後就是 啊 沒有人要做 那我來做吧 不然的話他就是 就死在那邊 就是 他運作不下去 所以通常就是我在弄這些東西 可是這也有好處啦 就是 就是 你會認識更多朋友 或是說 啊就是 你就是變成一個網路 一個可信任的對象 然後很多人就會來問 欸 我記 技術問題 你可不可以找到 人 可以幫忙協助 什麼之類的 或是說 有些資源 你就第一個 就是接觸到 你也知道怎麼去分配 怎麼去活用 所以都是一直在考驗你的 呃 即時反應 我覺得 就 時間消耗之外 我覺得這是蠻多的 蠻多的 理由讓我支撐下去的 然後 為什麼叫 openlab 為什麼叫 有時候我社群的成員會叫 口丁 因為 當時我們在取 那個空間名字的時候 就是 想說給他一個中文的名字 那 openlab的縮寫 就是ot 跟口丁的中文的 的 那個字是一樣的 它唸起來就是coding 就是 有一種 就是 社群成員的一個 一個趣味 所以我們就後來就是 有時候 不叫openlab 就是叫口丁 或者叫ot 的 命名就是這樣來的 自己個人蠻喜歡這個 這個 這個梗的 蠻好的 然後另外就是 呃 openlab它是 成立的 因為剛才講到的是 為了智學中公學 那 一開始是為了專注在 這些開放硬體 自由軟體的 使用 跟 交流上 所以就一直在做這些事情 那 近幾年就比較 玩的比較雜 就是 會 跟 電子 或是基礎的有關係 那一方面 我個人理由是 我對這個也有興趣 然後另外就是說 某種程度我也在想說 現在很多教育系統都在 就在追求一個高大上 就是說 AI啊什麼的 種大數據這種東西 可是好像很深 很少人去 討論那個基礎東西 比如說電子電路 比如說在講那些 基礎的技術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是蠻可惜的 所以 一方面我也強化自己的 這些基礎技能 所以 這幾年一直在 在想說 這些 這些基礎的技術 就是 焊接啊 電子電路啊 或洗電路板這些東西 已經都發展到這個時代 有沒有更容易 跟成功力越來越高 的做法 然後另外就是說 透過這些基礎的操作 你自己做過影片 你才知道說 這個到底是什麼 所以就後來對於這種 基礎的技術跟技術 非常著名 那在聚會活動上 都會特別去推這一塊 然後 這也是 環境從而言 就是從 一開始的軟體面 就是 自由軟體 就是 Arduino 或是說 Inscape那些 繪圖軟體 或是JIMP那些 再玩這些東西 然後慢慢轉移到 到 Arduino的硬體 跟 跟3D列印 那 整個社群的發展的 在幾年前有一個 龐大 湧入的一個現象 就是剛好是切到 關注到3D列印 所以很多社群成員 就是因為3D列印 而加入社群 那現在的話 因為主要熱門的 關鍵字 或是 比較沒有了 所以 現在的社群的成員 活動量 或是說 新加入的一些成員 就變得比較少一些 然後 另外就是說 有一個關鍵字叫做 Frost Art 意思是指的就是 用Open Source的自由軟體 來做 藝術創作 那這個詞不是我們發明的 這個是 來自於 歐洲那邊的 國外一些藝術家 他們也是 基本教育派 就是非常推崇用 自由軟體 反正他們就是不要用 商業軟體的東西 在做創作 所以他們就一直在 關注這些東西 那某些很多 也 個人 在念 藝術措施辦的東西 受這個 啟發 所以一直在 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最後最後 這樣 最重要的是說 剛才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Maker 喜歡動手做 可是我覺得 這時代的 Maker 跟過去的Maker 不太一樣 或是說 今日的DIY 跟過去的DIY 不太一樣 只是我們 我們的網際網路 跟社交媒體 帶來太多的連結性 所以那個連結性 就會很容易透過 把DIY 再往下個階段移動 就變成 DIWO 那這個DIY 我覺得非常有趣 就是 特別在 我覺得這個概念 他最早也是 出現在 資訊領域 就比如說 現在我們通常都會用別人家的程式碼 別人的Library 可是Library 你一輩子都不會看過他 這個人長怎麼樣 有可能啦 你可能透過他的Github的大頭照 我看過這個人 可是實際上你一輩子都不會碰到這個人 跟他 跟他有一些 真實的接觸 可能網路上留言討論 這樣子 可是 我覺得這個概念非常有趣 當大家都有共同的理念 或是共同的目標 要去 要去執行的時候 你很容易就會串聯起來 我覺得 跟GIN的概念有點像 所以我後來再回想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事情 它慢慢在演繹發生 然後到一個 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它突然爆發 你看這個就是那個東西 大概是這種狀況 然後另外我們就是 Open Lab 它會共筆 都放在這個 這個 HackMD上面 那這個 這邊的資料 讓我先講就是 它雖然有很多 資料 可是 它的資料都是在進行式 那有一部分是已經 已經整理到差不多了 上面有很多什麼 雷射切割的 輔助 注意事項 還有加工的 夜廠商 或是電路板的一些 這些東西 然後那個 那個 就是 跟Maker相關的 共筆資料 基本上 都會慢慢整理起來 還有另外是說 聚會的時候 或是甚至的 臉書上的社群 社群的討論 覺得不錯的資料 也會用 這種人工搬運的方式 把它集中起來 那 我一直很想要解決 那臉書討論的問題 那 這個很難解 就是 我希望 臉書可以變 就是那些 技術的社團裡面的 討論 它可以變成PTT 這樣 去建立一些進化區 可是這件事 在臉書 的平台上 很難做 那 可是現在大部分人 都被綁在臉書上 喔 對不起 我不是說大部分人 我說三四十歲以上 現在就 被綁在臉書上 但是 30歲以下 可能不愛臉書 他們可能用別的東西 所以這件事 對我來說 我們哪要盤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 社團上的交流 跟討論 它其實就是一個 社群的精華 那 這件事怎麼讓它 被有效的再次被利用 被你親手的入門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這件事蠻重要 可是 目前 無解 是很痛苦 所以只能用人力搬運的方式 把它集中到 KMD上面 可是 人力有限 所以目前我們這樣做 然後 我覺得 社群裡面曾經發生過 呃 比較能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會容易 懂的一個專案 就是 Arduino的紀錄片 就是 有人 拍了Arduino紀錄片 然後把我們 寫進去跟他說 我們要把它翻證 中文字幕 大概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就要翻譯完 然後就放在 網路上 那 那 現在我們的 現在 open event的 狀況是這樣 一樣跟當初 成立有關的 運作狀況是這樣 我們每週三都會 來玩Arduino 的聚會 那這個 這個聚會就是風雨無阻 就是 一直到現在 遇到台風間 我們就 週三來晚泡麵 大家就會 想要出現了 還是會出來 來參加 那雖然我的 活動公告的 一樣就是 會寫說 我們這個 這個禮拜要做 這些什麼事情 可是不見得 會去執行 那這些東西都是 用非常緩慢的 方式在移動 來解決 完成一些小型專案 比如說最近 在有一些 國產 開發版的一些 分享跟研究 那 一開始可能 只有前面幾塊有興趣 到後面幾塊 大家也沒興趣 這是什麼東西啊 那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有些專案的時候 可能 有些朋友他們去九份採礦 那他們想要說 自己製作一些 DIY的光譜 那 現在目前做到 也是 就是 有時候有進度 有時候沒進度 就是一直都在執行 可是這些東西 都一樣都放在網路上 那 前天 前天也有問我 欸洪奇你們那個 聚會的光譜一座 怎樣嘛 我說欸欸欸 我也有一時 難以說明 可是我們的有些 進度都放在 那個 那個 如果有興趣可以看 或是說 但可以來參加我們 聚會 我們可以 跟你說明這個專案 因為那些人還是 每桌上都會出現 來參加 參加這個聚會 然後對我來說 這個整個空間 整個社群 他一直在解決這件事情 就是 教育和學習 實際上更能做 那 這個東西 你說 學校不會發生嗎 就是學校有點難發生 然後 他也有礙於很多問題 比如說安全問題 或是說 資源分配問題 或是說 整個教育體制的 他還是以升學為主 所以你這些東西 要讓它發生 有點困難 但我對於這個空間 也想像的 還是有一點 就是它其實有一點像是 體制外的社團活動 那就是社團的教室 這種概念在運作 只是現在就是說 我們在運作這些東西 都是透過一些 志工 再運 再處理一些雜事 讓這個空間跟社群 可以持續 持續的一些發展 然後想辦法去找錢 或是說 通過大家樂權的方式去 去讓這個 這個空間持續的運作下去 然後 個人的經驗是這樣子 有趣的計畫的發起 比較容易獲得它的共鳴 然後 比較有機會在短時間那邊 把這個任務解決 解決或完成 然後 最重要是一起玩 就是 以前也犯過一個 經營社群跟空間的錯誤 就是說 我做那麼多活動 為什麼沒有人參加 或是說 我付出那麼多 為什麼大家不會感謝我 就是 有時候你這樣想的話 其實它的一些 一些運作本質就會不見 然後你會搞到你很痛苦 那倒不是說 這個件事好玩 我想玩 我繼續玩 那大家願意 一起來玩 那更好 就是今天我剛才 跟Line上在討論的 就是說 就是我下一個講者吧 對不對 下一個講者就是Line上 在討論就是 我們剛剛有討論到露營 我們最近對露營非常有興趣 那我們就討論說 欸 露營車 我們要不要買一台露營車之類的 後來想說 欸 怎麼沒有人一起玩 然後我買露營車幹嘛 就是 意思是說 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 社群的交流 或是空間的這種運作 它其實就是 就是要好玩為主 那這件好玩 你是要打從心裡去認同這件事情 而不是說 我弄這個東西 我可以拿到政府裡 一筆的補助來弄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件事 你會把你自己搞得非常痛苦 那不是說 你做這件事對你的價值是什麼 好不好玩 那如果覺得不好玩的話 你也許可以想想 你可以去做別的事 不見得也要來做這個東西 然後 這也是個人的經驗 就是從這個社群去發展的一些計畫 你一個人是非常有限的 可是如果你可以透過這種社群的合作跟交流 而且你把自己的心態是非常正面 或是開放的方式去看待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你的計畫會玩起來非常 那個過程會非常有趣 然後 一樣是回到剛才提到的重點 就是從你開 從你自己先開始 那 這東西對你來說好不好玩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起心動念 然後 另外就是我們的 空間裡運作的經費主要來透過是捐款 那捐款的話 我們是有跟那個開放文化基金會去合作 弄了一個一個專案 如果你有興趣或是想要了解 或是說 我最近錢蠻多的 我中了 樂透了我想要捐款 這個可以考慮一下 用力的捐 大力的捐 好 那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洪奇的一個分享 對 洪奇的分享中我也想到說 其實每個社群它都有一個固定的聚會 像我們台南社群是每週二聚會 那也會有像洪奇那樣線上共筆 所以就是洪奇在分享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多點其實就是我們的社群其實有發生 就是說 例如說專案累積一堆做不完啊 或是說 就是每個都這幾個啊 幾個人在做啊 當然其實大家擰聚力還是很強 那對於社群或空間經營者來說 要怎麼去運作或怎麼去維持 那我覺得其實是一個滿值得討論的問題 那這些可以等一下我們有個綜合QA時間來討論 那這邊提醒一下就是我們大會其實有一個線上HackMD的共筆 還有等一下會有一個線上討論的slido的一個網站 對那你可以點選我們的搜尋GNV傻密的官網 然後就是點選我們今天週四 不是週五的議程 然後點選我們這一軌內容 右上角它有一個筆的形狀 那就是說這是大會的共筆 那點進去之後你可以看到HackMD的頁面 那HackMD的頁面裡面也有就是 我們這次slido的問題 那就是可以 我們會後的時候會在討論 那就是我們接下來的時間還是交給我們桃園製造者協會 就是我們賴賞來為我們分享 就是桃園在地製造者的精彩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掌聲歡迎 好 謝謝各位 我是用資料夾的方式分享 所以麻煩辛苦一下我們的那個工作人員 好 我先介紹一下 這個資料夾的主題是有點正常的協會聚會 後面都是一些比較歪的部分 這個是我們去東京 參加東濱Felip 所以那時候認識了高雄製造協會的那個李先生 那 這個布條只會出現兩次 我們沒有主打我們空間的民生 我們是以低調住民的協會 我也沒有打算自我介紹 沒有打算自我介紹 好 這是我們跟南科去 然後他們一個人 大概補助我們一萬塊吧 全部 好 下一頁 下一頁 之後呢 我們去 我們還去了深圳 這是之前 之前去了深圳 沒有下一頁的那個可以按就對了 好 沒關係 這是在深圳 在深圳 我們還去了荷蘭 下一張 下一張應該是荷蘭 下一張荷蘭 對 荷蘭是農業住民 農業文明嘛 就茶葉嘛 對不對 那個切換可能有點 比較沒那麼快對不對 沒有下一頁的那個選項 按右或是什麼樣的 好 那順便我就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在那調整的時候 我個人是電子電路專業 那剛好在家裡做個人工作室 所以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 我們成立了社群 是什麼樣的天時地利 就是地利就剛剛講 我自己有一間工作室 天使大概在2012還2013年左右 台北 紅旗還有 紅曜泰 就是 TED TED 對嗎 他在開始推廣 FavorLab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我們桃園有一些人 就開始跑台北 跑跑跑跑 就覺得 啊 跑那麼累 我們自己來做一個社群好了 就開始聚會 第一場聚會 大概應該就在六七年前 我們就開始聚會了 第一場聚會還有15個人可以參與 下一張 下一張 那後來呢 斷斷續續 一直到我們桃園市深閣 桃園市深閣 我們剛好有創立一個叫青年事務局 所以我們跟青年事務局 創業的部分 製造部分有比較深的結合 所以我們也協助政府提供一些內容 好 請問內容 所以我們就 開始蓬勃 蓬勃 一開始呢 我們也跟 紅旗一樣 希望每一次聚會都有內容 一直到現在 我們聚會已經 不 不需要有內容了 已經不需要有內容了 那 不需要有內容是什麼的狀況 等一下我們會看得到 等一下我們會看得到 這是我們在維修 這是我們維修那個水下馬達 水下馬達 家裡有什麼東西就拿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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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個 然後呢 這是一個法國友人 應該在美可界大家知道 他是來在台灣 有時候會回來賣CNC機器 曾經在我們學會他要分享 我說分享主題是什麼 是CNC嗎 不是 是螢火蟲 好 是螢火蟲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故事 好 下一頁 那 這個呢 一定 所有Maker社群一定會玩桌遊 一定會玩桌遊 不是玩 就是自己設計桌遊 好 下一個 那 這是我們在玩 感應 拿兩個 拿兩卷電線 白色那一卷給它灌訊號 藍色那一卷加一個LED 然後就發亮了 電源的那個 充電 無線充電的原理 好 下一個 因為像鄭鴻琦一樣 就是 不要的東西就會往這邊堆 這些伺服器 有一次拿到二十幾台 還有信號產生器 喜歡 送給你 喜歡就送給你 可是自己修 大概都是接觸不良而已 接觸不良而已 好 下一個 好 這個是影片 這影片我們就在玩那個 電子的都大概知道 就是我們在玩那個 李善玉徒刑 那個 如果有聲音的話 就會發覺說 其實這些聚會呢 大家都是在拚命的 講一些 莫名其妙的話 莫名其妙的話 然後 那 好像在聽脫口秀這樣 聽脫口秀這樣 好 我再強調一次 如果有喜歡 跟我們協會聯絡 我那邊還有十幾台 十幾台 好 這個不用了 好 好 這是比較正常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是比較窄的部分 就是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男生嘛 這是 我們修理一台 PS 不知道多少 PS多少 就是 當場 從頭到尾 有人機車停在人行道上 請他調走啦 請他調走 對 我的請他調走 好 沒關係 開玩笑的 對 對 好 我們就在打電動 打電動也是 我相信是Maker社群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好 下一個 那 一定也有 大家會 迷那個星際迷航記啦 迷什麼什麼 星際大戰啦 弄一些怪怪的 玩具 下一個就是 我們自己發現的那個 仙劍 仙劍 應該都知道是什麼嘛 對 仙境號對不對 好 下一個 我們那邊有位老貼先生 非常厲害 什麼飛機他都折得出來 一張A4紙 不用剪 不用 不用割 就一張折出來 只要 飛機失事的新聞 或什麼新聞 他就馬上折一支出來 然後呢 上FB 然後就說 紀念一下 紀念一下 蠻有趣的 常常在外面擺攤 好 下一個 這個 好 這沒有主題 沒有主題 就是我們大家都是男生 關心那個東京暖化的問題 好 下一位 下一個 好 這個就是 他沒有聲音 我們在修理他 這玩具很少見吧 這玩具很少見 他會講 他嘴巴會打開 可是沒有聲音 所以我們在維修這個玩具 這做玩具 好 我們下一個主題是 我們 稍微跟 可能跟其他機會 會發生不太一樣的狀況 不太一樣的狀況 好 稍微不一樣 這個第三個資料夾 好 大家可能看不出來 這個是什麼東西 也不是維修 我有接案子 要修改這個東西 好 下一個 好 下一個 它是一個 下一頁 它是一個 不容易看得到這東西 好 不容易 好 從 我們進去那個場合 都覺得很害怕 OK 好 好 下一個 我們什麼都做 什麼都分享 只要每個人有自己的專長 好 我們的Maker的解釋是寬廣 非常寬廣的 大家分享 氣功 氣功 他本身的職業 我們認識他的時候 他是在做魚賽共生 也是開公司 後來呢 他在IT公司 做 Servor管理 他是IT的工程師 高階的 所以他跳動跳很大 Maker就是跨界 就是跨界 他後來 他每個禮拜二去氣功 每個禮拜三來我們的聚會 OK 好 下一個 這是比較特別的 我們拿那個 焊錫 錫爐 鑄膜 下面是矽膠膜 所以我們什麼東西拿來鑄 什麼東西拿來鑄 好 這個是在 鋼倒下去的時候 好 下一個 最後翻膜會翻出來什麼 會翻出餅乾啊 好 我們這種餅乾開的膜 這個蠻好玩的 這蠻好玩的 我們曾經擺攤 讓小朋友在那邊玩 讓小朋友 我們都旁邊剉剉的這樣 怕出事 怕出事 那很貴喔 一公克大概要兩塊 很貴 這個是荔枝 我們拿荔枝在開模 好 放了一個禮拜之後 當然荔枝沒有人敢吃啊 就是原本放裡面的那一顆 好 荔枝 大家覺得這個有什麼用 有沒有覺得這個有什麼用 沒有用啦 就是 對 可是呢 必須要讓每個人 我們不談 為什麼不談教育呢 就是說 社會教育也是教育嘛 每個本能就是一個傳播分享的過程 所以我們沒有去關注於說 我們想把它變成課程這件事情 這是影片對不對 不是影片 好 對對 這是影片 這是我們小豬 不是一個我們的靈魂人物啊 他喜歡什麼 我們協會會變成什麼 他喜歡釣魚 然後協會就變成釣魚協會這樣 對 那我們研究到後來就是 洗爐不能開太高溫 太高溫就容易 做出來的東西容易 不漂亮 不漂亮 好 下一個 喔 這個是我們蠻驕傲的 我們去做 這是什麼 大家知不知道 往下拉就好 往下拉就好 我們去做搖 裡面先一個沙模 再弄一個黏土 黏土要弄兩層 好 下一頁 對 下一張 最後成型 再把裡面的沙子掏出來 好 好 最後就可以烤東西了 好 這是披薩搖 披薩搖 OK 好 這個影片可以播 這就是我們那個釣魚的小豬 在分享 釣魚的心得 後面會有很多東西跟釣魚有關 對不起 對不起 不是我的錯 不是我的錯 好 我們不要聽了 不要聽了 這個他講的都是廢話 好 那個 中間我們插一個因應疫情的關係 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YouTuber 他在美國開箱六千坪全球最大Costco 裡面有賣一整隻羊一整隻豬 可是呢 我們都關注到這個叫做 叫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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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難食物 一箱 他號稱說呢 可以放25年 然後呢 裡面 他上面寫144份 然後呢 我就真的跑去亞馬遜 訂一箱這個回來 這一箱原價3千多塊 運費也是3千多塊 然後呢 這6千多塊呢 我就上FB 直接在我們社團裡面說我們來團購 團購 就是6千塊分成144份 一人可以拿幾份喔 好 好 下一張 來 結果是這個樣子 144份 不是144餐 對不起 是我們一餐要吃幾份東西 你懂意思嗎 所以裡面呢 也有義大利麵 還有紅茶 還有布丁粉 莫名其妙 前餐後餐全部都有 就差沒有沙拉而已 所以呢 後來這個傳購就失敗 這一箱呢 我們打算在某年 我們在拿出去錄影的時候吃 好 好 下一個 是乾洗手的配方 也是因應疫情 乾洗手 好 那個影片不用放了 那我們到下一個主題 乾洗手呢 我們就現場在那邊調配 調配 好 這個是我們很重要的主題 叫做渡河大賽 這是一樣在釣魚的時候 有個很漂亮的雨池湯 然後呢 這位先生呢 他就 說我們來坐船好不好 他就拿了一個植物箱 這應該到第二版 還是第三版的時候 才有這樣子的結果 就在池湯裡面滑 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籌備 對渡河大賽 好 渡河大賽 好 請就結束 渡河大賽呢 渡河大賽呢 我們 這是 對一些照片分享 這也是 我今天為什麼會來這裡 就是張先生 請我過來 因為他也來參加我們的比賽 參加我們比賽 驚呼連連 哈哈哈哈 拿起船獎 坐在用後直板 與寶特瓶搭建的鐵兒上 小妹妹手腳必用 無所謂 為什麼會有新聞 因為這個是金人舒局 給我們經費 然後呢 他們就請新聞台來採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一點痠 腳有一點痠 是 是 是想說要還是要完成任務 就對了 對啊 稀奇古怪的船隻 從保麗龍 瓦斯罐到鐵爬 各式各樣的材料讓人驚豔 這場由桃園製造者協會 在橫山書法公園主辦的 第四屆超級杯渡河大賽 參賽者除了在100公尺的賽道內 比創意 比速度 更能透過環保了解 什麼是Maker的精神 我覺得很重要一塊 這是我們金人舒服局局長 有Maker的精神 自己動手做 那我們當然希望 這樣子的Maker精神 可以從小扎根 特別是可以 小朋友跟家長一起 從做中學 我覺得這活動 蠻好玩的是 可以跟 一家人這樣子 自己 天馬行空的想 然後 身邊的 就是說 這個東西都是 家裡不要用的東西 我覺得 這活動有一種 就是環保的意義 趣味恆生的人力造型傳大賽 吸引15組人馬共襄勝舉 輸贏擺一邊 精彩又刺激的過程 已經讓所有人都留下了最特別的回憶 好 那我們直接先看照片 照片 我們曾經要開始辦的時候 我們想說我們直接辦第二屆 為什麼 人家問的時候 才會就是說 喔 原來你們已經辦過 那應該沒問題 我們建場地啊什麼的 我們是這樣想的啦 然後我們在禮拜六辦第一屆 可是我們就提前在禮拜三呢 先辦 不 禮拜六辦第二屆 我們提前在禮拜三 臨時辦的第一屆 好 這就是第一屆 好 下一屆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屆 我們的第一屆 好 很多人啦 大家有看到 很多人 好 下一個 下一個 這是我們第四屆 因為第二屆包含之後 我們想現在就辦第四屆 其實我沒有辦第三屆 好 沒有辦第三屆 好 那不管是好玩而已 我們就是亂搞 好 下一個 下一個 這是大家第四屆的照片 好 下一屆 好 這是我們最有名的 你剛剛那個釣魚的小豬 這是因為他花了很多錢 想要做一台 一般腳踏車上去固定好 就可以踩就可以走的腳踏車 結果沒有設計好 他就變成一個水上飛輪了 好 水上飛輪 好 下一個 好 這個 這是一個瑜伽球工廠的老闆 好 下一個 好 這裡是剛剛看到的船 好 下一個 好 再下一個 好 再下一個 好 這就是 我們這個長頭髮可愛的長先生 他們從台南 從台南千里迢迢的一群人 到我們桃園去 好 然後 然後 最後這個就 留到我們那邊當紀念品了 好 對 直到船 好 下一個 這是我在製作 我的那一台車的時候 那是用電路板做的 不要用電路板 把它固定在那個車子上面 好 下一個 這就是結果 好 我們這個下面就不要看了 下面不用看了 我們看下一個主題 好 這個是 現在我們看的呢 是 協會主體 就是吃東西 吃吃吃吃 好 因為吃 我們的心得就是吃 就會帶來最多的人潮 最多的人潮 好 這是心法 好 心法 大家如果要做社群 一定要有吃的 一定要有吃的 好 下一個 好 我們弄的剉兵機 有沒有看到 剉兵機 好 我們去垃圾廠 花一千塊把它買回來 清理一下 好 然後就開始 大家都會帶料來 好 下一個 好 我們自己做冰淇淋 好 下一個 那個滿桌都是食物 好 下一張 好 然後呢 這邊再組合 我們那個雷切的機器人呢 然後呢 我們再烤魷魚 有沒有看到 烤魷魚 好 下來 對 我們還在室外烤肉 因為因應疫情有沒有 希望不要室內 所以我們到室外烤肉 好 下一個 好 我們再玩一些好玩的 好 下一個 好 我們就 燒那個 我們想說把那個玻璃瓶 裡面塞很多火柴棒 然後在上面點火 根本點不著 好 下一個 這影片不用放了啦 這是剉兵機 往下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的照片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我們就直接看照片 看照片就好了 好 我們去河邊釣魚 好 下一個 然後呢 有人喜歡在河邊放火 就是每個禮拜都去砍柴 好 下一個 那剛剛的氣功的那位先生 重點來了 我買了敵音壺 買了六個 為什麼 因為我們想要之後要辦 放生活比賽 每個人只發 比如說三根火柴棒 然後呢 自己照爐 自己剪柴 然後用火柴棒 只要把這個 第一個人獲勝 好 這是我們之後的計畫 之後的計畫 好 下來 好 這是我們煮魚 再下來 好 這是我最近的成績 好 那個 小時候去河邊 那個放蝦籠 抓蝦 然後去湖裡釣魚 釣出 這是野生鱸魚 非常厲害 好 再來 好 這都是烹調的過程而已 好 我們到上一個主題好了 好 作品 所謂的作品 是我們真正有把東西拿出去上課 或去賣的東西 對我來說 這個是很蠻愚蠢的東西 它是兩個喇叭 一個藍牙接收器 一個放大器 一個鋰電池 充電器 然後我們就組合了這個 不過外型還蠻漂亮的 好 就賣了好幾十個 好 下一個 好 這個也是 我們有粉絲專業 專門在做這個 就是有槍 然後雷射打到那個把 會倒下來 那有的版本是倒下來 還會慘叫的 好 下一個 因應疫情的關係 我們把槍改成鵝溫槍 所以呢 就可以量人家鵝溫的時候 就指了人家 好 對 好 好 那 我看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 下面下面下面的那個 在華山的那個影片好了 對 這是影片 上面這個影片 好 這影片的地點很有名 大家應該知道 好 就是在華山草原 好 我們在 我們自己做的東西在華山草原 後來華山草原就出事了 記得嗎 好 後來我們來做一隻大隻的機器人 把那個機器人放大 大家知道是AUTO機器人 OTDO AUTO機器人 那我們做了一隻 130公分高的 那就當作我們那個 新創基地的吉祥物 開幕的時候 也有負責 表演 那個表演 然後呢 這個無人機就從他頭上飛起來有沒有 就是那個 指揮艇組合的那個概念 好 時間是不是差不多了 有點超過了 好 這個 我們也是做成伴手禮 給 政府 給國外的友人 好 國外的友人 好 我另外再談 兩個東西就好了 兩個東西 好 第一個是 鋁帶車上路的這件事情 有一個 呃 當時還是大學生 他在美國 威京尼亞讀機械系 那他在回台灣創業 他創業 他並不是要賣東西 不要太遠 他就是想要做一台鋁帶車 他就自己花錢買了零件 自己組了一台鋁帶車 然後這是第一次上路 後來呢 他就有個大學 好像在台客大把 花了20萬給他買 他就是想要做東西 他就是Maker 可是他後來做錯的東西 是可以做產品的東西 這就是 或許是創客那個層次 那個層次 好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網路上大家可能 會耳聞到滿有名的 就是懶人的雷射 懶人的雷射切割機 在Mobile01 可以看一下 窮人家的雷射DIY 這位陳先生也是在我們桃園 我特地拿出來講 他也不是什麼學位會員 或是學位核心 不是 這位會員參加我們的聚會 他有一年呢 他就自己 從淘寶買了雷射的零件弄 結果發覺不行 他就自己重新設計 修改之後 就開始賣 他一套賣4萬塊 60x40雷射切割機 已經賣了 每年都賣將近一兩百套 就是全台灣最多的雷射切割機 應該就是他做的 當然品質沒有那個 有品牌的機好 不過 他每年都還在持續出貨當中 我覺得這是一個 Maker走向商業的一個成功的案例 成功的案例 好 我的分享大概就到這邊 到這邊 那如果有問題我們之後 再詢問 謝謝 謝謝 來各位掌聲 那我們謝謝賴賞的分享 那這是桃園在地 生猛的社群的狀態 那我們 有時間不多了 那我們再邀請我們第三位獎者 是來自高雄 唱歌格我們的林大 為我們分享說 高雄的製造的一個 目前的狀況 那我們掌聲歡迎 他可以上一個 他有筆嗎 有筆嗎 OK 好 那大家好 我是Felix 然後 剛剛有點誤會 我不是高雄製造的協會 因為高雄製造的協會 已經被某間公司先搶走了 所以我們不是協會 我們是 單純是社群 然後跟一間公司 那今天 快速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們今年 高雄的Maker 到底在做些什麼 那 前面 他們有講一些 前因後果 就是一些淵源的東西 那我就不會 不會深醉了 那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做Felix 然後我們的社群叫做 創客格樓 那我待會會講 我們創客格樓 然後其實是2015年啦 2015年在高雄創立 其實往台北 晚了好一段時間 2012 大概晚了兩三年 那那時候會成立也是 我問了洪琦 然後他就順勢推了一把 然後所以我們就成立一個 創客社群 那 經過人情人軟到今年 然後有一些演變 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然後 這是我大概自接 大家看過就好 那高雄人 簡單來說 今年比較特別 2020嘛 我們有新冠的肺炎 然後所以可能 很多Maker在 玩一些 應該不是玩啦 就是積極在 組織一些跟 防疫有關係的 就是 可以做anti-COVID-19的一些東西 或者是 給予他實質上的幫助 這個是全台灣的 Megaspace 或者是社群 基本上都有在 有在做一些參與 然後跟 跟製作的 那高雄人今年的Maker 高雄人Maker的今年主要 到底在做什麼呢 在做 換我們的市長 對 我想這個是我們 最可以跟大家交的地方 你們其他縣市 大家都在玩這些東西 我們在搞我們的市長 對 我們要讓我們的這個 製作一個新的市長 讓我們的環境可以更好 當然這個開玩笑啦 但是 還可以 還可以 稍微說說嘴一下 算是蠻驕傲的 可以跟 我們跟其他地方 不大一樣的 然後 先講結論啦 先講結論 身為一個 Maker 高雄Maker社群的 參與者跟觀察者 那 十字經簽啦 然後 從 五年前 我們開始創立社群 差不多要滿五年的 然後到今年2020 那這個中間的變化 那今年我比較 可以體會到的一些 一些 一些成果啦 或是說有什麼樣 不一樣的地方 不一樣的地方 就第一個就是社群的 分重化 所以社群分重化就是 我們其實在 創立之初 然後 剛開始 剛開始在推行的時候 其實我們 大家都一直在宣揚 什麼是Maker啊 然後你可以 做些什麼事情啊 或者是付出個人的 一些專業能力 去結合其他人的 技巧啊 然後可以做一些Project啊 然後創造新的這種學習方式 學習模式 來講這些 然後 我們那時候其實在 二零五年成立之後 其實比較慢啦 但是剛好就是搭上 政府在推行的那個熱潮 所以 很多單位 就回來接下我們 然後 也找我們合作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但是十字經簽 我們感受到充分的 人情冷暖 因為 開始政府當把一些資源 抽走之後 發現一些單位 也不來找我們了 那當然 我覺得這不是 再 再責怪 或者說 complain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必然啦 這是一個必然性 就是說我們的社群 會朝向一個分重化 就是那個時候其實 學校單位 它沒有所謂的製造的空間 或者是所謂的製造社群 那所以它會尋求一些外部的resource 但是現在 在各個學校不管是中小學 或是大學 他們開始已經有一些自己的資源了 所以他們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當然 學生可能就會就近處理了嘛 他不會再說 跑個老遠去參加外部的社群 所以 我們的社群的組員 組成 其實從原本的可能學生還蠻多 到現在幾乎都是社會人士 所以這個社群的分重化 從中小學 高中啦 然後是大學 基本上都有自己的Makerspace 或是Maker社群 然後 甚至一些園區啊 他們可能也是有一些 以提供他們園區廠商為主 為目的 而產生的這種 比較高階的 Makerspace 或是FabLab 然後 那我們就比較屬於就是 民間的社群 還持續在RUN 那當然就是 同屬性的Maker 會製成一個 那我們 像我們社群 基本上就是 跟Lite長有點像 就是 我們是偏向電子電路 或是做物聯網 這一個區塊的 那所以我們就 我們社群這個 凝聚到的人 基本上就是以這邊為主 那有一些可能會去做一些工業設計的 然後或有一些會是做一些3D建模的 但是那個 變得是 從這個主幹去分出去的 就不會 不會是一個主要的一個議題了 對 就變成我們社群的風格會走向這一面 那其他可能我們高雄的其他社群 他們可能會是 會朝向做木工的 可能就會 一些喜歡做木工的人 他們就會成 應該不見得是一個 很有組織的社群 但是他們慢慢就會 組成在 組織在一起 然後常態性的可能會有一些 私底下的聚會 然後或者是 資訊的交流跟串點 所以這是同屬性的Maker 會去開始 製成一個有一個自己的風格 或是一個小社群 OK 那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必然的一個結果 然後到Maker運動走到 現在這個情況 我覺得它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也是一個蠻好的一個現象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結論就是 在創育輔導的這邊 很多 應該我們當時的起心動力 要去做Maker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都不會去 鼓吹人家說 你要把你的東西做成產品 然後去做什麼 主要的目的還是希望大家 先來involve去參與這件事情 然後讓有很多project發生之後 讓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激盪 更多的想法 但是現在的這個情況 其實你會發現很多 加上今年 疫情我覺得有點帶動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在QE 所以很多熱錢 那很多其中一部分的熱錢 就會變得去輔導創業了 或者是去鼓吹你去創業 或者是促成加速你 從Maker走向市場的這個動力 或是誘因 那我覺得這個是今年 我覺得應該是今年 開始在發生 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效果 或是現象開始在出現 那我也不會覺得這個不好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OK的 如果說像Maker你的 我們平常都是做爽的 那如果說你已經有發現一個東西 你覺得它是有價值的 它是有一個成為商品 或是成為一個服務的價值的話 那如果現在 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你可以把這件事情 變成一個商業模式 那為什麼不去做 所以我覺得 基本上是OK的一件事情 然後再加上 為什麼我們當初其實蠻反對 就是Maker 你就做一做出去創業 因為這件事情 對一般人來說 這個風險其實太高了 所謂風險太高是說 你要承擔失敗的可能 你要承擔大筆資金投進去 然後沒有所謂的效益 就是說你的成本跟風險 你要負擔的實在太大 那我們反思一下 那如果說今天 可以把你的成本跟風險 降到很低的話呢 那有一些團隊或者是 不管是我們社群 其他人去先給你潑冷水 或者是我們有些很好的對接資源 可以去幫你做一些觀念的矯正 或者是幫你的商業模式去進行評估 那就是可以把你的成本 或者是風險 降到很低的情況之下 那今天如果Maker要去創業 它是一個接近零成本 零風險的事情的話 那大家為什麼不願意去做 為什麼不好去做這件事情 對所以我覺得其實是很OK的 重點就是說 你的風險跟成本要去 有效的去控管 然後去讓Maker可以更有把握 跟我把握去做這些事情 跟我把握去做這些 然後很多很多新的這種 產品或是服務其實 都是必須要 我們的這個應該說 創業的這個量體 一定要先到一定的程度 你才有辦法從中間 產生出脫穎而出的佼佼者嗎 那我們常常會舉個例子嘛 就是創業一年裡面 會留殘存的就只剩那個5% 然後再隔一年就再剩5% 但是你量體不夠大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三年內成功的這個 呃... 成功的情況就只有 一間兩間好 但是你今天量體激素夠大的話 那你可以成功的這個 反而就會更大 那重點是 前提是啦 就是希望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其實現在已經在發生了 我的認知啊 已經在發生了 那如果透過各方面的資源 不管是社群或是政府單位的資源 可以讓Maker去參與 創業這件事情的風險跟成本降低 那當然這個是 會是比較好的一個走向 那所以先講結論 結論大概就是 我所觀察到的 目前高雄的情況 但我想台灣地區應該都差不多啦 就是社群的分重化 然後再來就是會慢慢朝向到 創業輔導的這一塊 好那跟 回頭過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目前高雄性 不是高雄有的Maker社群 那因為我想說今天 今天是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Maker社群 大家在玩一些 應該說做一些什麼東西啦 或者是未來要發展的方向 所以 因為高雄的社群其實也不只我們 所以我還實地地去 再去走訪另外兩個社群 目前高雄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在檯面上的社群 檯面下的一些 可能小眾的我們可能不是很知道 但檯面上就是 歡迎任何人來參加的這個社群 大概就是三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創客格樓 Max Ethica 那我們算是 這個順序啊 不是我私心排在最前面 是按照成立的 成立的這個時間點 所以我們排在最前面 所以這個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把自己排在最前面 就是我們第一個是我們自己的社群 然後目前就是像剛剛講的 我們會已經朝向到專注在電子領域 或是物聯網 IoT 這一塊去專注在發展 那這個也是 因為剛剛是跟我的本業跟背景 其實是有關係 然後跟我們社群的型態 是比較有關係的 然後 因為我們是民間社群 所以我們有一間公司 雅提教育就是 我的公司在資助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社群就是 我們公司在資助 不是協會 也不是政府單位 好 就完全就是我們個人 我個人在做這件事情啦 然後還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 那現在的聚會時間有稍微改了 以前是每週啦 那因為今年疫情的關係 我們後來改成隔週 就隔週三的一些聚會 然後目前 核心參與者大概都是四到八位 你就覺得 好像人都很少 但是其實 社群大概就是這樣 尤其是現在分眾化之後 我們不會期待說 是在跟之前一樣 在玩一些什麼 project或是什麼 之前有什麼切割酒瓶 或是切割什麼 然後一次來就來個什麼 二三十人這樣子 很熱鬧 我覺得那樣子的 應該說那樣子的目的 或是那樣子的社群型態 已經不是現在 這個時間點所需要呈現的 所以我們就會變成是 我們除了定期的聚會之外 還會有一個不定期的社群活動 這不定期的社群活動是指的是說 我們會辦一些像是課程之類的 或者是讓一些簡單讓大家可以去來 帶的工作坊 比如說讓一些可以想要入門 比如說物聯網 想要入門物聯網的人 那我們可以去帶工作坊 因為我們有這樣的能力 然後去帶一些 可能是剛接觸的人 來去做這些事情 那我們這個就是比較屬於不定期的課程跟活動 然後以LT為主 那像現在我們可能主要做的 就會是農業的物聯網 跟我們把一些物聯網的一些應用 導入到一些農業的場域上面 像是一些溫室或是農棚 所以如果各地的朋友 你看聽到這個有興趣來合作 或是互相了解一下 歡迎來找我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用NBIOT 就是走載屏物聯網 所以有興趣來玩的 歡迎跟我做一些交流 那在第二個就是 比較大的在高雄比較有名的 可能第一個就會想到MZONE 就是大兩次奧科特區 他們這個Megaspace 那他們在博洛那邊 有一個附地還蠻大的一個倉庫 然後裡面有非常完整的數位資料機具 還有木工坊 但是他們的背後其實是高雄市青年局 就是剛剛賴市長講到 桃園有青年局 那高雄在之前韓國瑜勝選之後 也成立一個青年局 他原本是經發局轄下 然後現在變成青年局 就是處理青年相關事務之類的 好然後但是他實際的管理者 就是玉修馬 就是我們修哥在他們的公司 再去管理那個場域跟空間 那他們的數位資料機具跟木工坊 基本上大家可以去上網搜尋一下 或是看一些影片 那我覺得這個是 算是台灣數一數二的規模 在做這件事情的 那所以他提供了一個非常豐富的機具資源 跟場域空間給有製造需求的人 好然後他們會 這邊有一個展覽 明後兩天剛好就是他們的大港製造節 大港製造節就是 有點像這個Maker Freight這樣子 那不過大港製造節就是 在高雄地區每年會在 差不多就12月底 12月左右這個時間會去舉辦的這種 有點像是創客嘉年華這種感覺 那歡迎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是可以去博物那邊走一走 然後那線上可以還是看一下這個GTV 就是關心一下 或順便就去走一走了解一下 高雄的Maker到底在實際 他們的有點像是成果發表會這種感覺 他們的作品他們的成果有哪些 可以去走訪了解一下 然後他們除了這個大港製造節之外 他們其實在年中 因為這個是在年底 在年中間的時候 他們只是會陸續辦一些展覽 來去拋一些議題 然後讓高雄其他的Maker可以去參與 那我覺得這其實蠻好的 因為他們是比較有 在高雄其實是比較有領頭羊的意味存在 所以他們去舉辦這個展覽或是活動 可以讓其他的單位或是Maker去invote 我覺得也是蠻好的事情 那他們自己也有去辦一些學生營隊 或是短期的帶狀的一個訓練 Maker的訓練營隊之類的 然後比較特別的 他們開始 從去年底開始 也有邀請廠商去做進駐 有請一些Maker的單位 不見得是廠商啦 有可能就是單位或是團體就可以 再進駐在他們的二樓 那好處就是說可以 如果說你是這個機具或是那些 不然是數位機具或是木工的重度使用者的話 那你就可以很方便 就是有點像是 你搬到一間工廠 然後那間工廠什麼機具都有了 那你只要付租金 就這種感覺 所以他們有開始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空間的關係他們的廠商不多 但是有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就變成代向的呼應我前面的結論 就是他其實也是會走向到 創業輔導的這一部分 那再來第三個就是穿客小站 穿客小站就是 勞動部下面 就是我們以前所講的職訊局 然後它是高頻蓬東分屬 剛剛講熊大那個 南方穿客機是這個雲家南分屬的 那穿客小站是這個高頻蓬東分屬的 好 然後目前是由高爾科學大學管理 那他們的屬性又有點 稍稍有一些不一樣 他們的機具基本上都還算完整 然後也還算 應該說還算豐富 都還算OK 但他們有一些重點就是說 他們是 第一個是他們會舉辦工作坊 大家會帶一下他們工作坊的一些文宣品 那大家可以知道他們的工作坊屬性 會是走向到哪邊 那因為我覺得是單位屬性的關係 他們是職訊局下面的 就是勞動部發展署下面的 這個是職訊局下面的 所以他們會有一些單位的要求 他們要求就是你要去接受人家來參訪 所以會有很多學校單位或是公司裡的公司 去那邊做一些參訪 然後跟工作坊 然後他們也要去市集擺攤 所以高雄很多什麼文創市集 那甚至他們還要去百貨公司裡面的市集去擺攤 去做宣傳 然後就宣傳他們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 主軸會都是以精工為主 精工為一個主軸 然後其他可能是比較相關的 那最 最大的重點 是免費 就是因為他們當然的東西 單位的關係 他們做的所有事情 完全不能收費 那我站在民間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這個是最令人詬病的一件事情吧 那就跟你玩就好啦 那我們玩什麼 是不是 不是啊 因為我會覺得說 到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應該要給人家的觀念 就是說什麼東西都是一個有價的 你使用人家服務 或是使用或是買人家的東西 它就是有一個價值的 好 那這樣才會有一個正向的循環啦 但是因為他們單位的關係 就是他們所有的 不管是工作坊 不管是機具的使用 除了耗材之外 就是完全不能收費啦 就是沒有在跟你拿錢的 沒有在跟你拿錢的 那所以就這件事情就是 這沒辦法就是 一個硬商啦 就是他們 在這個資訊局下面 就只能夠收到這樣的規範跟限制 那他們現在其實 上次跟他們聊天就說 他們 光去年還是今年 就是 參與工作坊跟 應該說 基本上參與工作坊的人次到一萬六千人次 你會不會覺得超級驚人 就是一萬六千人的工作坊 那一個工作坊算三十個人 你要辦幾場 就是非常 非常驚人啦 非常驚人 那這個實在就是今天 最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目前在高雄的Mega社群 他們的型態跟樣貌 是怎麼樣 怎麼樣的情況 那其實不管是大 MZone或者是創歌小商 他們也有自己的社群啦 就是他們也會辦一些社群小聚 聚會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 像是志工這樣的制度 會去辦 那我們沒有 我們單純就只有社群聚會 然後跟玩玩一些project而已 好 那所以這個就是說 如果大家有興趣到高雄走訪的話 可以去找一些 找這幾個單位 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後去串一串啊 互相交流分享一下 那應該都會有一些收穫 好 那後面就是陸續分享一下 這個是我們在做一些工作坊的時候 就是比較有活動課程類的 工作坊的這個形式 那我們聚會的照片我就沒有放了 那聚會的照片其實 可以看跟他賴賞的 其實差不多 就是在打比賽啊 或是在玩遊戲 或是做一些小project 然後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再擴散 這是這種概念 好 然後這個是我們課程 看起來比較正式一點 可以端得上檯面的東西 有沒有辦的一些活動跟課程 然後這個也是就是 現在 現在總是會講一些AI什麼東西的嘛 好 那我們這個是做那個 用NVIDIA他們這個平台 然後玩他們的這個 JBOX這個project 可以去做 影像視覺的這種 循跡啦 就是可以走一個跑道 那這個其實是課程 那我們課程 基本上我們現在課程是一定要收費的 就是我們的觀念就是 絕對要收錢 那即使可以 我們可以從其他單位去撈一些資源 讓大家負擔的比較少一點 但是 不管怎樣 我們一定會跟來參與的人 去做收費的動作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觀念要讓大家 一般的民眾建立起來 這才是正常的模式啊 這才是正常的模式 OK 然後我們也有跟我們高雄其他的軟體社群 去做一些交流 去請他們來上上課啦 這個是我們的空間啦 就小小的地方 有幾張桌子 然後可以玩一些東西 然後簡單的集聚跟儀表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們跟高雄 拍攝User Group的這個Victor 我們請他來我們社群 也是帶大家上一些 上一些比較入門的Python課程這樣子 讓不同 該說 可以讓不同的社群成員 可以有一些激盪啦 就是畢竟我們可能是Maker導向 那他們社群的可能都是以軟體導向 那我們都是以有實際東西Maker 就是做東西嘛 就是有實際東西為主 那這個過程當中 可以在不同社群之間的人 可以有一些交流跟激盪 好 然後這個 現在是講MZone MZone 這個是MZone他們的一樓的空間 那旁邊其實在照片以外 其實還有蠻多集聚 然後跟另外一側有一個木工坊 那他們自己也會一個月 也會辦理一次所謂的製造小具 然後會請一些可能有經驗 比較有經驗的Maker來做一些相關的分享 然後像他們在年度中間的時候 會辦一些展覽 這是其中一個他們就好像叫生活工藝展 那這生活工藝展主要可能就是這些東西是 算是什麼 可以跟木頭跟文創之類可能比較貼近有相關的 有相關的一些作品 像是什麼筆啊 或是這個筆架之類的 好 然後跟數位的製造展 數位製造展就是強調說 你的作品就是一定是透過數位製造的方式 來產生出來的這個作品 然後它中間也會串連一些工作坊的性質 然後讓一般民眾可以去切入 那同時你可以看到其他Maker之間的作品 好 那還有剛剛講到就是明後兩天就這個週末 就是在柏爾就是會辦這個大港製造節 大家有空的話可以去走訪一下 那我覺得也是應該會蠻有趣的 就是看到不同地區他們的Maker作品 那我明天也會去 所以有興趣可以去順便走訪 好 那這個特別值得講的議題就是說 這個是這間團隊叫做鷹鷹 然後他們有一個作品叫做PTART 就是派塔 那這個東西就是寵物的晚價 寵物晚價 然後它這個團隊是在MZONE他們二樓那邊 進駐的一個廠商 那這一個作品就是使用這個木頭跟樹脂 這種異材的結合而產生出來一個作品 然後全部都是在這個MZONE那邊去完成的 MZONE那邊去完成 所以還蠻有趣 而且這個作品也他們有上到募資 雖然募資的金額不高 但是也順利達標 然後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怎麼講 我剛剛講說 MAKER你從你的做東西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作品出來 然後轉向一個商業模式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成功的一個案例 然後他們已經從做東西 做東西然後可以演變成說 我把這東西丟到市場去 然後看看市場給我的feedback是什麼 它是不是真的是有效的 那你很快速的走過一輪之後 你就馬上有可能會被市場打臉 然後就清醒了 我要開104去投履利了 或是說你會覺得 我覺得這條路還是有機會 可以再去走下去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快速的一個過程 可以去驗證自己的想法 然後這是創歌小戰 就是剛剛講的 那他們的作品基本上 或是工作坊 就比較真的比較偏向所謂的文青峰吧 應該是這樣講嗎 就是他們會做這些什麼皮革 然後什麼防蚊香皂這些 就是比較小型的東西 因為他們要免費嘛 那免費的話 就不能夠端出大魚大魚出來 就是這種比較小物 或者是做一些簡單的精工 這樣子的概念 那也因為這樣子很特殊 他說他們的社群的男女比率 男女的比例是男三成女生 七成 所以各位男生可以有興趣 可以多多去了解一下他們這個設計 他們都是女生占多數啦 就是比較走向這種小物的這種風格 好 然後這個我特別拿出來講的是說 他們的一個生育成員 就是我們叫寶雙姐啦 他們他的作品 那他就可能就是會去找一些廢棄的材料 然後像是枯木啊之類的東西 然後加劇 然後再把它做重組成一個 賦予他第二個生命 像他這個就是一系列就是做時鐘 好 那覺得這真的滿有趣 他好像有在一些文創市集 會去做販售的樣子 對我覺得還不錯 好 那另外附帶一題 最後最後 bonus 附帶一題 就是中山大學的西灣學院 就是我剛剛講說 Mega社群的分眾 那你在各個大學中小學 其實都會有開始有自己的MegaSpace 或者是空間了 那我這是中山大學的西灣學院 因為我跟裡面的人稍微熟一點 所以我比較了解他們的狀況 就他們有一個新的這個空間 那這邊是一個多功能 像是展演這種空間 然後旁邊就有一個小的這個MegaSpace 有數位機具 可以讓他們的這個學院的人去做使用 那比較特別的是說 他們的背景都是可能是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的人 然後他們有帶領去 也是做一些 以社會回饋 或是這個社會應用為導向 然後投入Maker的一個製作 然後所以他像他們去年是 用廢棄的課桌椅 然後今年是用廢棄的木棧板 然後請學生去做一些作品 然後他這個作品完成之後 要放到社區裡面 然後等於是有點回饋社區 然後把這些Maker跟社區之間 可以做一些鏈接跟結合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滿有趣的案例 但是這個東西就是發生在學校裡面 因為學校有學校的資源 所以他可以去做一些不同視野 不同面向的東西 對 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了 好 謝謝各位 那感謝琳達的分享 那我們現在先請三位講師來到台前 對 我們就簡單的進行一個 綜合QA的時間 那剛剛有講的 大家就請坐 那有講說那個SIDLE上面 就是可以線上提問 那我們就大概提 兩三個的提問就好 好 那我們現在投影片連結 沒有在共筆連結 好我們之後會再補上 感謝哈爸 好 那這位參與者說 Maker與DIY的定義是否一樣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目前是否有全台灣正在經營的社群清單 欸 好 然後第三個是 目前社群都在實體聚會 是否有可能在線上成員加入在實體的聚會中 好 那關於DIY的定義 剛剛我記得是洪奇有稍微提到說 DIY和Do it with other的概念 那這個等一下的問題可能請您回答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欸 全台灣正在經營的社群清單 我記得 以前好像有整理過 可是 活著死著 我現在狀況其實不太曉得 那等一下可能請三位講者稍微講一下說 目前你們 所知你們附近地區還有沒有 相關的一些社群還存活著 那第三個其實社群實體聚會 是不是有可能 這個東西你們 應該說實體的社群和線上社群 有沒有機會去做串結 那也請三位稍微分享一下 那我們先請 就主要回答 每一位回答兩個問題 一個是 所據所知的社群的狀況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說 目前 你覺得說線上社群和線下社群的一個關聯性 大概 大概是可以怎樣去做串結 那我們先請洪奇 那洪奇也順便幫我們補充一下 DIY的概念 我認知是 我認知是 大方向是 DIY跟Maker的大方向是一樣的 或是跟Hobby 應該是一樣的 就是 對這有興趣嗎 你想辦法去 過去的DIY 或者他就是 對這有興趣 然後你想辦法去 找到資料 或是說把他車庫 或空間 然後變成他的 製作東西的一個 一個地方 那 只是我們這個時代有一點差異 就是說 我們現在 剛才 分享有提到 就是說 太方便的 社交媒體 還有很方便的網路 那所以很容易我們可以 透過 把東西做好 然後我們就把 在網路上分享 然後找到很多 的夥伴共鳴 或是我們一起去 分享彼此的材料 跟工具 我覺得 會有點差異 可是我覺得 大方不一樣 然後另外就是說 Maker 這一類型的人 他們對於 對於新的科技 或對於科技都有 不管是舊科技 或新科技 或是高科技 或低科技 他們都有一個 容易受這個 所吸引 或對著有愛好 所以我覺得大方是這樣子 就是 會 會主動去接觸 主動去自我學習 或是說 共學的方式 那只是共學這方式 在過去的DIY的 這個族群裡面 他的那個 流通跟互動性會比較低一點 可是在這時代會上 他的 他的 他的機率 他的那個 次數就越來越頻繁 我覺得 差異是在這裡 就是 整個大 大時代環境 跟 跟資源的差異而已 可是自己本身上是一樣的 然後第二個問題說 實體 和 現在 台北的社群 狀況 現在的話 因為通常經營社群是這樣子 就是如果你是完全不拿 不拿政府資源 或是 你有 就算有拿政府資源 他其實都需要一定的人力去維護 所以現在就是 拿政府資源又很麻煩 就是 有些KPI或檢案報告有做 所以 我自己是沒有 如果有拿政府資源的話 就是 申請那個政府單位 就是藝術 領域那邊的 公部門的 空間租 租借使用 嗯 那 正在經營的空間清單 以前有人寫 寫過就是從北到南 九個 九個 Makerspace 可是我覺得那個 其實 年代久遠 對 已經很久遠了 那你可以看那個狀況嗎 就是 當 剛開始那個九大 其實 他包含了很多的 想法跟可能性 或者是說 政府開出了一些 資源 讓大家去想要去經營 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 當時Maker 之前是在 正在浪頭上 就是非常熱的 關鍵字 所以很多的相關資源 就會釋放出來 所以有些人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那 另外是 所以我覺得 我個人的 個人的清單大概就是 呃 北中南大概 好像沒有中部 對 因為現在 據我所知 目前 沒有中部 北部就是 紅旗這邊 OpenLab還有 FabLab台北 然後 桃園的話就是 賴場這邊 那 新竹好像 有一個製造基地 可是就是 在就是 比較有經營社群 製造空間可能都有 那我補充一下 我覺得 我個人對於 Makerspace或是這種 呃 這種 空間 正在經營的社群 呃 實體空間的話 我覺得它要有對 很強的對外開放性 它不是說 繼續這樣擺一擺 然後 沒有人在營運 沒有一個 社群的主持人 或志工去 去 去維護的話 我覺得基本上這樣的空間 它基本上 對我來說 它不會列度我的考量 因為就是 容易進 容易進出 有一個人可以 呃 有人可以去負責 呃 導引 介紹 這件事讓 讓整個社群的交流 活絡起來 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的元素 那是實體空間的話 北中南大概只剩下 呃 今天在場這幾個 再加上一個 FabLab FabLab台北 欸 FabLab台北差不多就結束了 沒有就是 據我所知 台東好像也 台東 台東還有 台北 桃園 然後 台南 高雄 對對對 對不起我講錯了 講太快了 感冒會有點 有點 轉不過來 反正其他沒來的也沒辦法辯駁 對對對 對不起 在線上如果要來辯駁 那就是請列 不是啊 對不起請 原諒我 對對對 講話講太快了 然後 另外有大部分 大部分人的 如果你說社群的清單的話 其實 你 透過臉書 就 陳如我剛才講到的就是 大家都被 這相關的技術社社團 或是這種製造的社群 他都會非常仰賴臉書社團 所以你還是可以找到 比如說你對某個主題有興趣 你可以在臉書的某個社團找到相關討論 可是 我剛才分享的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臉書的社團 他在經營管理 跟維護的那個 討論的一些文章 跟那些 大家集資廣益去解決問題的那些過程 這非常難整理 而且不好整理 然後另外是 第二件事就是說 這些社團都已經長到 多過三五年以上了 有一些新手要進入 根本就很難進入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我自己在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現在的做法就是 希望 希望可以解決問題 然後第二件事 我希望可以形塑一個 台灣形塑一個社群交流文化 大家可以理解說 我如何善用這些 線上社群的力量去 去解決問題 或是去幫助別人問題 那這個理解 這個網路社交的理解 跟一些 一些基礎的 怎麼講 common sense嘛 就很重要 你不能一衝進去 雖然我要做一個 無敵鐵金剛出來 誰理你啊 這沒有人會理你啊 或是衝進來說 我的Arduino不會動了 誰理你啊 你的問題 你的發問 你根本沒有人知道 你到底想問什麼 紅旗有寫一份共筆 是提問的意義 其實那個也不是我發明的 是其實 這個提問的智慧 或是說網路社群的 交流的智慧 它其實是來自於 open source這樣的社群 像比如說costcover 或是說 居民他們其實裡面的成員 其實裡面都是 理工背景 轉進來的 他們以前都對於 自由軟體 或是開發什麼 其實他們很參與 那參與久了 他們自然發展出一個規範 說如何讓這個專案的交流 跟討論 技術的交流討論更有效率 而不是說一衝進來 就說 那個 紅旗我這個 我馬達不會動了 你知道什麼原因嗎 你當我通靈 我怎麼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對 意思是說 我希望是建立一個 一個社群交流的一個 common sense 就是我可以知道說 我知道有社群資源 現場資源可以 可以找到解決 一起討論 交流或是甚至合作 可是第一件事情 你要去 去好好去理解 去把你所遇到的問題 有條理的把它列出來 甚至善用網路的工具 把你的問題 好好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 關於第二題的話 我覺得 線上社群現在很多 不管你想要學什麼技術 或是什麼 相關主題 它一定有 可是現在衍生出來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如何去使用這東西 如何跟 網路上的大家好 或是去 去交流 或去幫助別人 或別人可以用更容易的方式 來幫助我 這個就需要一個 建立一個 大家可以使用的一個 通訊協定 或是說 提問的智慧 這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在網路上 我不會遇到 不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說 比較不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一個 一個人衝進來說 我要解決問題 可是還講得不清楚 我就直接 像過去那樣 臭幹一頓 你在 去read the fucking menu 什麼之類的 現在也不會這種事 但是現在就是 就是大家 每個人都有菜過 每個人都有第一次 那我希望說 這個影片 建立一個良心的循環 就是說 我 對 我跟你跟你分享 你可以這樣問會更好 那因為我以前也發現過錯了 有人這樣教過我 我也希望你可以 如果你理解 你可以 在社群裡面去 交新手 跟他分享 這樣詢問會更 這樣發文會更好 好 這是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 第三個好像 應該剛剛有答 就是 我想再稍微 就是再 重整一下這三個題目 然後 就是 其實我們知道說 現在在 就是我們這幾個 在台灣發展的社群 有 有很多實體 而且剛剛就是 林大這邊有提到說 其實有朝向 分眾化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不管是 實體的社群 例如說 以地方性為主 和 線上 例如說可能線上有很多 很強大的 例如說木工社群 可能 Arduino社群之類的 那 有沒有一個 機會是說 因為 剛好這是疫情影響 就是各地都是在開 那個 雲端連結會議 那有沒有 我可能請三位 就稍微簡短的 分享說 有沒有一個機會是說 可以把全台灣的 有在經營空間的社群 或是 線上的社群 有沒有一種 想像是說 可以線上加線上 同時間 的社群聚會的 一個形式 那可能不只就是我們現在 可能 民間的 或是說公部門的 社群單位 也有可能是 學校單位的 那像 其他問題的話 例如說 有沒有其他議題的 社群的 互動 那就是說 例如說Maker 拿去做一些什麼 可能是 公民科技相關的 部分 例如說什麼Maker for 淨灘 Maker for 社運 之類的 那 這個我覺得應該都會在 線上和 線下之間的 一個參與 那我這邊就簡短想問 分別的三位 是說 覺得 線上加線下的社群 有沒有搞頭 或是 還有說就是 有沒有更多 可能 未來空間 可能下一步 可以怎麼做的一個方式 就簡短這兩個問題 對 那 我快速講喔 我的想法 就是線上現在 其實 這個正在發生啊 就是我們透過 如果 有些人能來參與 實體活動的 他就是在網路上去發 發文去交流 無法參與的話就是 能參與的話就知道 參與那個 我們自己發起的 美洲三的聚會 或是實體活動 所以我覺得那個 線上現在的聯合在做 可是如果你要更 更 更 更講究一點的話 他講的是說 用直播方式 或是說 那種用 用那個 之前我們就用什麼 有個open source的 開源的那個 那個 這一開頭的 對就是 那個東西 就是 對不起我忘記了 那時候為了研究這個 寫了一篇共筆的 怎麼用去使用它 然後 他的一個問題 然後 可是問題來來就是 你要做這些東西 他其實會增加一些 行政的 管理者的 或是說 志工的 勞動 能力成本 所以一開始有 很開心 啊玩這個技術 可是後來發現 其實 其實還蠻累的 其實後來都發現 都是同一個人在做 我也覺得 而且我也覺得 不見得 會有人想進來看 因為那個社群交流 其實是這樣的 就是 你在現場 你有 摸到實體的東西 或是有拿到那些開發板 或是 去接觸才有辦法 不然一般般的 進來看 你們在幹嘛 原來是這樣然後就走了 因為那個接觸的 資訊點 或是 資訊量真的太 太低 因為他是透過那個螢幕 然後透過螢幕 你要去知道那些內容 其實是 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那個直播方式 大概只 只玩個幾次就 就 而且畫質有時候很可怕 對還有網路的 網路速度 對對然後 真的因為 呃 透過網路去瞭解 一些事情 透過一個 介面去 螢幕介面去 也瞭解一些事情 我覺得那個 那吸引人的 的 部分的太低 而且 另外是台灣的防疫 也蠻好的 其實 你戴口罩就可以來參加聚會 會來 會來參加還是會來參加 不會來參加 就是 看看 大家應該 大概 大家應該聊一下 那就 那就換第二個 欸 賴掌先好 就是 主要 稍微聊一下說 欸 覺得線上和線下聚會 有沒有 機會串聯 或是說有沒有可能跟各議題 有相關的一些接觸的機會 剛剛宏祺最後談的就是我們線上 如果說為了線上而線上 通常不容易成功 除非有一個 我們就要解決某個問題 我們大家來討論 其實LINE就可以了嘛 有文字 有圖片 有影像 那每個人自己的權限 你有沒有在線上無所謂 輕鬆 我覺得社群 就跟大家參加學生時代社團一樣 喬牌社不是每次一進來坐下來 開始發牌 不會 大家還是聊些其他的東西 喝喝可樂 吃吃鹽酥雞 我覺得社群的目標應該放在人 不是議題上 議題當然是自己會出現的 自己會出現的 所以我認為比較 就像我剛剛分享的一樣 就是不要把那個東西放在中心 要去中心化 放在人也是一樣 其實我認為這兩位台北高雄他們 我覺得都是以人 比較以個人 就是宏祺辛苦 林生也辛苦 那其實我並沒有很辛苦 我就是每個禮拜發一次 集會通知大家就來 管他們帶什麼來都可以的概念 我覺得去中心化是包含 去人的中心化 去技術的中心化 是我認知上 所以也沒有所謂線上或線下 沒有 並不重要 一定會有 那我檢檔回答一下剛剛那兩個 Maker跟DIY定義是否一樣 Maker當然包含是包含DIY DIY加分享 不過我最近得到一個新的心得 就是Maker應該是比較 能夠解釋的是去中心化這個精神 不是 對不起 反消費主義 反消費主義 DIY的目標大部分是反消費主義 我們大家做的也是反消費主義 OK 最後 是否可能將線上的人加入 實際集會中 這是交通的問題啦 我認為 對 因為這個各地的社群 其實都有交通的因素這樣子 好 那最後就是問林大 就是線上和線下有沒有機會 或是說你對這個看法 對 最後一個回答就是 通常不要講太多 因為前面已經講完了 好啦 我再副比一下 其實 很有感的就是說 要做這件事情 它的目的跟效益 然後跟你投入的 人力成本有沒有符合這樣的效益 因為大家社群都是很 志工在做啦 基本上都志工在做 那你要達成線上線下的串聯 然後你要額外的 人力成本在維護這件事情 那它能夠帶來的這個效益 有沒有夠好 那其實我也講白一點 就是說如果有 如果今天真的有新的人 他們有想要覺得你想要去走訪社群好了 他可能不了解想要去走訪 那他或多或少還是會實際去看看嘛 去了解說這個社群是不是適合我 如果說實體的社群的話 所以針對我覺得實體社群去做O2O 其實好像做線上線上的串聯其實還好 其實沒有太多的必要性 那因為我們其實現在大部分都是透過Facebook的社團嘛 在上面去做非即時性的這種交流啦 就是交流跟主題的探討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模式我覺得算是一個平衡點啦 是可以負擔得起的一個平衡點 了解 好 那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那我們的QA時間可能可以轉嫁到之後的公平平台 那我們三位講師也其實會看來HackMD 那我簡短的總結 就其實線上和線下關係不是形式上的 他可能是要真正實際交流上 可是如果要做到這一部分的話 其實各社群的經營證 其實在行政上面也會遇到一些困難點 或是說人力資源的有限 那我覺得先沒有壓力嘛 因為大家都是在自由的貢獻這件事情 那也很期待說其實 是可以說打破一個實體和虛擬的一個界線 例如說每個人家裡都可能是一個Makerspace 然後在網路上去做一個串接 或者說可能各個社群 例如什麼這裡的社群和那邊的社群 都有一個小型的Makerspace 那有機會這些是可以互相像交陪禁一樣 就是台南的那種落盡的感覺 要互相串聯交陪 這可能是我個人對於說Maker的一個想像 那歡迎如果說大家對於說製造者社群的實體和虛擬 或者說有些怎樣的想法 也可以歡迎在我們這個議程的共筆上面去做一個說明 那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實在不好意思無法讓大家暢談 那也很歡迎我們今天三位講者 大家掌聲謝謝 謝謝